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Andy 我是Kaden 今天的主题是 为什么大部分的投资人 他们都喜欢买这个投资屋 投资屋、出租屋 肯定是有钱的喜欢买的啊 是,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 首先呢,买出租屋 就可以加杠杆 什么杠杆? 也就是当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的是,要一个杠杆 阿杰米特他说的一句话 如果你要敲动地球 那就需要一个支点 那别忘记了,还有一根杠杆 所以杠杆这里面的 作用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房价是100万 贷款带个FHA loan 其实你最低是可以做到 5%的down payment 如果你是带conventional 或者是non-QM loan 那你就可以做到20%的down payment 或者是30%的down payment 那剩余的钱 谁帮你买单呢? 那当然是银行 所以这里面就是大部分投资人 他们非常喜欢的一个杠杆原理 也就是说你用小量的钱 你就可以买到你喜欢的房子 还有你的出租房 反正就是有钱人都是欠银行的钱 对,所以要记住了 有钱人他大部分都是欠银行的钱 如果你把这钱还掉的话 其实还真不划算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原理上面来讲 最好是我买了一栋房子 对,我买了一栋房子 我全部都要把它给付完 他这个投资人他心里就会想 我只要付小部分的钱 我可以把它divided multiple sections 那我把它投入到不同的房子里面 作为一个down payment 那不是更好 那我同时就拥有了五栋 甚至是六栋的资产 对,因为经过时间的沉淀 所有的这些都会有appreciation的 特别是房地产 第二点 人们除了吃和喝 那还需要什么 那就是住房 那些住房就是甘需 很多他们大学刚毕业完 但是他们手下有什么 有student norm 对,负债 那就是liability 对 他们有这么多的负债 那他们唯一能做的话 他第一件事情是买房吗 不是,租房 对,他首先是租房 那为什么就是 美国里面有八分之一的人 才拥有房产 那其他的八分之七的人 全部都是处于租房的阶段 那第三点,投资人 他大部分已经有了这个金钱上面的杠杆 那他时间上面也可以有杠杆 哦,时间上也可以有杠杆 哦,时间上也可以有杠杆 对,比如说呢 比如说是可以请 property manager 对 如果你有很多的职场 那你可以请你的 property manager 来帮你管理 所以你不需要露面了 哦,对 你可以请第三方来帮你管理 对,你这样子省了时间了 对,所以你就可以利用你的时间 再去买 再可以去买其他低价的投资房 第四点,那就是可以低价买 就像是2008年的时候 次贷风暴 就是因为雷曼兄弟的倒台 很多人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借贷 然后呢,零投款 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银行都支撑不住了 因为美联储加息 所以后来这些公司全部都倒台了 所以很多Full Close的房子出来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 产生了很多这些法拍屋 那大部分投资人 他这个时候 其实他手握很多现金 因为法拍屋都是银行里面拿出来直接拍卖的 那这些房子其实都是非常的便宜 而且甚至是半价 对,从此进入了财富自由的道路 对啊,因为美联储的目标是百分之二的通货膨胀率 你想,你只要过二十年 它的价格就翻一翻 第五点,那就是走向财富的自由之路 资产是属于不断的增值 因为它是碳通胀的一个产品 那怎么样子才能产生现金流 在我们湾区这边呢 如果你的房价是200万 或者是120万的房子 你供的这个PITI差不多都要八千了 一万 甚至是一万多两万 那你在这么贵的房价的情况下 你租房市场 其实是相对来讲 你是没有财富的 对 很多的这个投资人他就跑去二线三线 甚至内陆的城市里面 他们的房价还是很便宜的 比如像三十万了四十万 对 还是有的 还是有现金流的 那投资出租房他还有一个相对来讲 是比较好的一个税务上面的优惠 也就像是我们开公司一样 可以抵税 对 你可以抵税 嗯 你所有费用呢 spend的费用 对 还有你的机票的费用呢 还有你的gasoline的费用 这些全部都可以抵税 对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投资人他在这上面 他其实省了很多的税 那就像是川普 Donald Trump 他就 他就 做生意可以把expand的你这些东西 都可以抵税的 在美国是这样子的税法 还有租 你既然租出去了 租客也会帮你省了工房子的钱 对 你买了这个投资房 其实谁在工房子 租客帮你工 好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加关注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EEOh 别别别别别别 table